真的是挑火拦啊 都是一些小时候的东西啊 大爷就在这 我们来看一看 大爷以前不是敲那个波浪鼓吗 那股部家是炸我的炸鸭的 哦 他们用那个 您就用这个林 到这个村就在这里卖了是吧 我到这里上去的 人家一挑一挑 都知道的就来了 小孩都一挑一听到响小孩就围出来了啊 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一听到波浪鼓响就围过来买东西来 咱们这个地方叫什么 我们那边满北叫什么 比如说有的地方叫叫货郎挑 学名叫挑货郎 有的叫货郎挑 咱们这边叫什么 也叫货郎挑 大家好 我是杨哥 来看看后面这个啊 乡村挑货郎 很多地方又叫货郎挑 居然在2023年还能发现这个啊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这个地方叫卢江县 合肥卢江县呢 叫柯坦村 柯坦镇 柯坦镇的下面一个乡村 这个厉害了啊 我们来看一看大爷卖的有哪些东西 大爷能不能打开我们看看 一次就剩下一个了 我拿了一袋 就一个了 这喇叭是多少钱一个 两个哨子吧 哨子多少钱一个 两块钱 小朋友吹下这个哨子 你可以吹一下 吹去给人家看看 跳跳 他吹不好 两块钱一个 我们来看看其他东西啊 我要气球 气球多少钱一个 气球多少钱一个 气球一块钱 气球一块钱 这个气球有什么特别之处 油炊也响 哦 气球吹也响的啊 这个气球是响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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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它吹不动 它吹了小 吹不响 吹了小 挖下大肆 吹个小 里面是不是粘住了 都口水粘住了 吹不响 大爷您以前有没有说过酒瓶用酒瓶换 之前来很早 很早用酒瓶是吧 今天酒瓶不值钱 没有 两个 两个吧 拿一拿 还有一些针线扣子之类的 还有骰子 这边是小卡子 这点子不都有吗 好的 我们看看 我们打开线开看一下 行不行 就一直比较想看着挑货囊里面的东西有什么 那这个扣子下面还有没有东西呢 下面有什么东西呢 哦 梳子 这有被子 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知道的 哦 你看被子了 被子 还找出某大片子了 还有这个皮筋 皮筋 皮筋是多少钱一米 几乎时间了 两毛钱一尺 两毛钱一尺 一尺 这个皮筋大家很怀念吧 买回去一般是 不光是要给裤子缝的 还有跳皮筋也用的 这个了 哦 这样就是一尺 一一一一叫那一哈子是两尺 哦 这下是两尺 一米叫这两尺 那就是四毛钱对吧 这个这个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叫包今天肉 叫唐生肉是吧 这个新年没有了 新日期是有 以前也有哪个 拿来打哪个车子买的他都 对啊 我们就爱吃过年的时候 那个套上都比较美的 这都 都是些日常用的 都行的嘛 其实 还有还有这个珍珠项链 叫你买珍珍珍珍珠项链多少钱一串 这个买两十块 两块是吧 两十二十 这个珍珠项链是二十 还有别针 别针五毛钱一个 啊 一把是多少钱 有五毛钱一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暗扣 暗扣 这个项链就会说 这个项链多少钱 七八十 七八十 是 您这里面最贵的是哪样 最贵的是这个 这个是庚家买的 庚家超市买的 叫这个买一千多 庚家超市卖一千多 它是叫这个贵给 跟里里远 人远色 我们就不贵的 不贵的 我没听不贵的 不规格 不规格 它大小叫那个不规格 这个是珍珠啊 整个七八十一条 这个能这个多长时间的卖掉一条 这个又是咱们人家去看美 能不能卖得掉 我感觉可能能不好卖吧 好卖 好卖 我那次初年我剪的 五十条 现在就是两条了 五十条都卖完了 还剩两条了 这净价多少钱 个方便透露 这净价多少钱 这个净价有几十块 几十块 嗯 你们平时进货都在哪里进的 批发市场 散户 散着是怎么卖的 啊 别散着 因为人家吊子不就要嘛 要配的是吧 配的两块钱 三五 修的剩两块钱 大家就散户就要 大爷又开单了啊 两块钱 输到两块钱 连活着很